来问汤老师 什么守面相的人 可以当网红 是 网红顾名思义就是说 他在各行各业当中 他可以就是有展露头角 然后被人注目被人看见 然后达到是一个名声名利双收 那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你是一个面相 有一个伶俐的面相 长怎样呢 很明显就是嘴巴对不对 好 嘴巴的话就是要 伶咳嘴 就是你的灵脚要很分明 其实在座的两位都有 这个灵脚对 就是他的上唇呢 这个纹路要非常的明显 而且嘴巴也要比你的鼻翼 还要来的大 好 那嘴巴怎么样算大呢 我们今天有教过大家 就是你的眼头 画两条直线下来 如果你的嘴角呢 有超过你的两个眼头的话 代表呢 真的你就是大嘴巴 不要怀疑 对 那当你的嘴巴呢 笑起来大 或是看起来比较大的话呢 确实又灵脚分明 这样的人呢 其实是能言善道的 讲话呢 可以掌控整个大局 例如说 今天这个场面 需要一个人 来去炒热气氛 或是有条理的分析 某一件事情 那遇到这样的嘴型的话呢 他讲话就很动听 然后别人就会说 哇 真的很有道理耶 好像无形当中呢 会帮别人什么洗脑 对不对 所以呢 其实他像这样的人来讲 就是能言善道 然后引人注目 那其实平常 如果你没有这样的嘴型呢 像女孩子的话 就可以借有一些彩妆的方式 把你的唇线画得明显一点点 或是经常微笑呢 也可以帮助呢 你的这个人缘也会变好 尤其呢 像我们的小柳刀口 有没有 他笑起来的时候呢 他的嘴角是上扬的 对不对 嘴角上扬呢 其实就是天生会带一个好人缘 所以有时候有些人不笑 就有嘴角上扬 这种就是更加分的 对 代表你天生会有更好的冷际关系 好 那第二个呢 就是你有没有长了一个 一副让人家觉得很好感 好 好感的话看哪里呢 就是看 这个眉毛的地方 好 眉毛呢 微微的弯曲 好 通常眉毛一定是弯弯的啦 但是呢 没有到很弯 就微微的弯 但是呢 没有什么 眉压眼 就是你的田宅宫是很宽的 那我们的小柳刀口呢 田宅宫蛮宽的 对 田宅宫怎么去测量呢 就是呢 拿你自己的手指头 然后横横地放上 横放这样放的 假设可以放进去一根 或是一根又多一点空间 代表宽 但是这种宽呢 不是表情很惊讶的宽 好 有些表情很惊讶 那种不算 就是它就是饱满 很宽的 代表说呢 这样的人呢 比较容易呢 抗压性强一点 例如说别人对他什么批评 他觉得当然也会难过 也会受伤 可是呢 他就会比较容易想得开 那眉压眼的人呢 眉毛压眼睛的人 就是会太过于在乎别人的想法 所以有时候 如果你要当网红 就像刚刚小柳刀口分享的 就是你的心理素质一定要强大 那像这样的面相来讲的话 他心理素质呢 通常比别人强大 他觉得我就想做我想做的事情 那我的人生 我自己的逻辑 我只是单纯跟你分享 那你信不信 与我无关 所以呢 像这样的人来讲的话 他自己本身有自己的一些智慧 领悟会比别人高 所以自然呢 他在每一个行业的领域当中呢 都会有独到的见解 算是蛮厉害的 好 第三款呢 就是名气的纹路 如果你的手下呢 有一个名气的纹路 看一下 就是看我们的小指头的下方 这叫水星秋 小指下方呢 如果有这样子的指纹 有没有 那你的指纹呢 越长越好 或者是呢 你的无名指的下方有指纹 无名指的下方呢 代表什么 代表太阳线 如果你的无名指跟小指的下方 都有指纹 而且不止一条 可能有两条以上 而且都很长 长到哪里呢 例如说 可能长过你的感情线 第一条感情线 或者是小指下方这个直线呢 有长到这个 这个手刀的地方 就是小指的外部的边缘 到月秋的部分的话 哇 那恭喜你 这样的人来讲的话呢 是桃花很旺盛 他只要没讲一个主题 或是一个话题呢 都会造成很大的回响 就好像是 现在有很多人会 那个流行的先驱 有没有 可能他就是某个领域当中的 佼佼者 可能是做保养品的啊 可能是做任何一个 任何一个话题的 他都可以 因为他就有这种 带风向的能力 所以呢 尤其有这个无名指下方呢 有这个太阳线越长的 然后又有这一个 小指头下方有直线的 代表就是一个 名利双收的纹路 他可以先以名 代曆 所有的好运呢 财运呢 都会因此而来 第四款呢 就是人缘的纹路 好 人缘纹呢 看我们的这个 首相的部分 哇 就是首掌的这个边缘 然后呢 由月丘 然后向掌心 发展的一个纹路 大概就长成这样 就是在我们的这个 手刀这个地方 叫月丘嘛 月丘这边有一个纹路呢 是这样横向发展过去 藉由你的生命线跟智慧线的中间 如果有这样的横纹的话呢 这个人真的就是天生的人气王 对 例如说呢 可能大家跟他相处呢 有些人喔 去一个店里面吃饭 可能那个店都没有人 但是呢 你没有发现一坐下去之后 那个人就来了 对 有 真的 然后生意都接不完 有没有 对 对 他是待望自己也待望别人的 他就是有这种 聚集 那个流量的一种 人气 所以是蛮厉害的 所以像这样的人来讲的话 特别适合呢 去做一些公共关系的业务 所以这种人就是真的 每一个人看到他 都喜欢跟他接近 为什么呢 因为他看起来就是 无害的磁场 所以如果你有这样的首相的话呢 也特别恭喜你喔 就是人见人爱 所以呢 以上呢 如果你有这四款首面相的话呢 赶快把相机买好 麦克风架好 可以准备当网红了 我们今天难得请到一位 网红 算网红吗 小日导口 对 算网红 就是YouTuber 所以你原本在广告公司行销 那怎么会想要成为YouTuber 因为我原本就是做办公室嘛 我就觉得 做办公室领薪水的 对啊 我就想说 我人生不是为了做办公室 天气这么好 我应该要去体验人生 我一开始是做广告设计 广告设计本身就已经是 加班加到死的那种性质的工作 后来我又开始写部落格 写文章 周末都是在做这件事情 都没有休息 顶多是找一个漂亮舒服的咖啡厅 然后在那边一直打一打 No 没有 你的那个都没有 没有 没时间 就没时间喔 就是整天都在想说 我应该要写什么样的主题 我应该要 就是什么样的内容 要做功课啊什么的 然后后来就是因为都没有休息 所以我就生了怪病 我住院住一个礼拜 发高烧都找不到病因 那就是前义室 从内在的前义室来排斥 对不对 我那时候是躺在急诊室喔 然后所有科医生 所有每一科 妇产科什么什么 内科外科所有医生就站在我前面 他们在我前面开了一个会议 没有一个人找到原因 我已经全身健康检查 还是找不到到底发生什么事 我爸一直说我卡到瘾 然后那时候我就觉得说 不行 不行 我不能这样下去 我一定要选一个 我不能就是这么弹心 所以后来我就觉得说 我人生是我自己的 我应该要做我自己 真正想要做的事情 想做的事情 对 然后 可是家人也不太明白这个东西 因为觉得这个东西 对啊 现在家长他说 我工作要辞掉 我要做YouTuber 对 他很想说YouTuber是什么 现在这个已经变成一个职业 对 是365行之后 又多了一个工作对不对 对 他是新媒体 新产业 所以家人其实也不懂 其实我们可不可以这样解释 跟我们这个爸妈解释说 YouTuber就是他自己开了一个电视台 对 自己制作 自己主持节目 自己设定内容 对 自己主持 自己制作 对 自己有自己的节目 然后你可以任你发挥 那爸妈就会问说 那谁给你钱 你有公告吗 我有公告 你有公告吗 对 当然要有公告 所以你就 你就开始就做YouTuber 那你的节目跟你的频道的内容 大概是什么 我的节目的内容就是都是 譬如说讲化妆 化妆保养啊 然后还有收纳居家的啊 还有旅游啊 这些东西 就是女生会比较喜欢看的话题 然后有时候还会有投资理财 或者是还会有讲两性的 对 非常琳琅满目 因为其实我觉得 那会不会比原来上班更忙 会 其实 我现在根本没有休息时间 我那时候已经没有休息时间 已经身体坏掉 我现在更没有休息的时间 最困难的部分是什么 我觉得最困难的是 你不能停止学习 因为我觉得当上班族 很容易就会一成不变 你就会觉得说 我只是上班 下班就没有事了 可是我觉得做这个工作 没有人会给你方向 你就是要自己 一直不断地充实自己 然后因为拍影片 你等于是一直把自己掏空 一直把自己的东西给别人 可是你不可能 永远都在讲一样的东西 你要一直不断地吸收 然后变成浓缩成一个精华 在给别人 所以这个过程是非常的 真的很辛苦 对 你不能休息 你看像我们节目 都有专业的人在编剧 专业的人在做制作 专业的人做前置 专业的人做后置 专业的人做灯光 你们那个全部都自己做 对 现在我觉得蛮多人 会想要做这个工作 其实这个工作门槛 真的很低 每一个人只要有 可以拍照 露营的设备就可以做 你只要办一个账号就可以 但是我觉得做这个工作 真的非常具备 心理要非常的强大 心理数字 对 心理数字要 对 压力很大 而且我觉得第一个是 你要有内容 你要有知识 第二个你表达力要很好 你不能都讲一些废话 第三个是 你要非常会表演 你要很生动 不然讲话没有人要听 第四个最基本的 不怕镜头 因为有些人真的会 看到镜头会另外一张脸 你知道吗 就会变另外一个状态 然后第五个我觉得最重要 就是脸皮要够厚 要不怕丢丢 那个好难喔 我觉得我们在摄影棚里面 大家就是工作嘛 对 但有时候看到一些 YouTuber或者是自己拍 可以自己拿一个手机 就自己一个人喔 对 他可以自己跟自己对话 如入无人之境 听风景好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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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己讲 自己演 自己 自己坐在咖啡厅里面 对 旁边人家都在晶晶喝咖啡 自己在那边 啊 一直跟人家 对 一直讲一讲 还要假装跟人家对话 不是只有这样 他要说 那你们觉得好不好喝 那如果觉得好的话 帮我扣1 如果不喜欢的话 帮我扣2喔 这样 要一直对话 你要假设他有在跟你回应 会人格分裂啦 对 我觉得是另外一种表演 那个不容易耶 还好我上升那双子 所以就是这个部分 所以本身就有 天生就有分裂 对 天生有分裂 难怪很适合他 那你 几天要出一只片子 我其实满场的 我之前最高产 大概两天一只 算起来 其实两天一只算很累很累 对不对 对 因为我要准备 要准备道具嘛 要准备内容 要准备拍摄时间 还要后置 自己剪嘛 对 我现在没有 我现在有团队在帮我剪的 不然真的会死掉 所谓的团队剪是多少钱 剪一只算一只 我觉得这个不太一定 因为有些是算值的 然后像我的话 我是月聘的 对 哇 你已经在请人了 他好强喔 你已经付人家薪水 在帮你做剪接了 对 就是打他当事业 他也在寄 老板本人 那是啊 老板本人 他又多另外一个压力 对 你要付一个人薪水 我等于是要负他的责任 对啊 对 你要活一个家庭 但是我刚好跟他聊过 他是一个很好的老板 他真的是好老板 我刚才问他 有没有缺员工呢 我跟你讲喔 好老板不一定活得久喔 怎么突然露出这一句 突然觉得压力很大 人好是去当好人的 人好不是来当老板 老板要有老板的专业 哦 对 对 对